在慈激大幼儿园几年的熏陶下 对孩子又有什么影响呢 带大家来2015年慈激大幼儿园毕业典礼现场听分享 今天是邦丹的慈激大幼儿园的18岁毕业典礼 那也是甲冬幼儿园的第一届毕业典礼 50位来自甲冬大幼儿园和邦丹英达 大爱儿童教育中心的6岁孩子 走上舞台领取毕业证书 今后将迈向人生另一个旅程 这一天已会是亲师生难忘的一天 孩子这几年的成长看在父母眼中 回想选择让孩子继续留在大幼儿园 家长没有后悔当初决定 一开始我不是很愿意送来大幼儿园 因为听说大幼儿园是注重秉德 可是现在的社会全部都注重学业 之前我们都觉得要选一个幼儿园 就是选一个还可以把孩子准备好去上小学 秉持上人的教育理念 他就是注重的就是生命教育 生活教育 然后就是人文教育 大幼儿园不只教课业 也教人文生活 毕业典礼上 父母亲分享孩子学习成果 因为在学校也是有学习到环保 所以就每次出街我们要出去打包饭 他就会提醒带环保玩家 就不要用纸带 老师教他们 然后他们也在家里真的是听老师说 然后也叮咛我们大人 可以学习很多礼貌 我们在家也很难教到的 如果有秉德的孩子应该不会怎样 成绩也不会输在哪里去的 献上毕业证书 鼎礼爸爸妈妈 毕业生感谢父母养育之恩 大爱新闻 昨晚见罗伯聪 马来西亚报道